欢迎收看湾区资讯 我是萧元君 我们一起来关心湾区近期的社区活动 华人特殊儿童之友举办2017年募款晚宴 竹梦之夜 湾区众多华人社团及热心人士 积极参与踊跃捐款 帮助FCSN服务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FCSN2017年竹梦之夜 募款晚宴于10月28日晚 在Santa Clara会议中心举办 许多特殊儿童及家长及不同社区组织参与演出 尤其是特殊儿童的表演广受好评 晚会成为他们开心表现自己最好的舞台 许多社区热心人士在晚宴上踊跃捐款 达到20万筹款目标 当晚有马忠林 高续佳 胡立明等主流政要 社区代表 桥团负责人等近千人出席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重要 对我们这个湾区 因为这个Friend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他们在长期帮忙很多家庭 努力他们有这个 这个class therapy 就算是不是为了小孩子 而为他们全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湾区是很重要的一个 asset for我们的 community 就说我们的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呢 主要就靠社区还有家长们互相结合 那我们每年呢 就说我们的经费都自给自足 但是呢我们要扩充的时候 我們要做更多program的時候呢 就希望大眾能夠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我們辦這個募款晚會呢 其實除了募款以外 很重要就是讓大家看到我們的成果 看到我們的辦的活動 我們小孩子多快樂 大家看到我們小孩子的表演 知道他們很快樂 你就知道看到他們的進步很多 大家就知道很有成就 那這時候大家就更願意來捐錢了 我們在這裡已經有21年的歷史了 也在東灣和南灣有很多的服務 我們也希望有需要服務的人 不光是兒童也包括了成人 甚至於新年老年人 都可以接受我們的服務 凡是有成長的時候 有一些障礙的人都可以來參加我們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